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才14岁 很快报得大名 成为明演员 1973年 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富士电视台高管钢田太郎若为文子 1933年生于东京 盟军开始轰炸之后 一家被疏散到了仙台 他在仙台看到明演员长谷川义夫的表演后 跑到后台告诉他 自己想向他学习 做演员 长谷川义夫确确的 先把书读完再讲 结果 他无心学习 读到高二就出学了 1951年 在长谷川义夫介绍下 进入大影公司演技研究所 第二年就获得机会 替补出阵 从此出名 思叶子 曾做过女秘书 1954年20岁时 出演东宝公司出品的《你不能死》 从此走上演艺之路 并出名 左九兼梁子 1958年参演东宝公司的《苦闷的青春》 当年即获得制作人心秀奖 是六十年代东宝公司挑大梁的演员 暗惠子 既是作家 又是演员 1951年出道 第二年就获得战后观众喜爱的十大女演员第五名 看完这些照片 是不是感觉六十年前的女演员气质与现在大不相同呢 本文照片来源往路 感谢原作者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图兰筮 hoe词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